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仔 為什麼今天會用這個動物資深的畫面呢 因為今天五仔要講一些很有意義 很有教育意味的東西 如果這些小朋友都聽到 對他們將來長大做人都會有正面的影響 我今天就看到一個題目 叫做你們最討厭男人哪一樣東西 他列了十樣東西 但每一樣東西 就事大一樣東西 都可以詳細去討論一下 因為每一樣東西 都是大家生活上都會接觸到的東西 我今天講的 topic 就是吃煙 你介不介意你的伴侶吃煙呢 你又怎樣看吃煙呢 因為之前在五仔的影片 有些觀眾說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戒煙的心得 然後五仔就想一下 什麼時候可以有個位置講戒煙呢 原來在一些兩性討論課程中 都會有些人都想去討論到吃煙這個問題 今天五仔就試試講一下 如果你問五仔怎樣會接觸到吃煙呢 而五仔的經驗通常都是 由小時候變成大人那一刻 覺得自己嘗試做些大人的事先 為什麼吃煙要十八歲才買得呢 只不過是吸一口煙下去噴出來 通常都是中學的時期有少少財政自由啊 金錢自由啊 同班friend通常就三四個就夾一包啦 我們那時候 還試過四個人吃一支煙呢 現在這個疫症這麼蔓延的時候 就當然不要煙傳煙啦 那時候就叫這個做四成一百 四個人吃一支 吃到煙的煙嘴都變成圓筆 真是尖頭啊 這些是小時候的一些經歷啦 其實五仔是吃了十三年煙左右 但是戒都戒了八至十年了 亦都很肯定可以告訴大家 五仔是肯定不會吃的 因為吃煙令到我實在是太痛苦了 那個身體的我意思 進入那個題目就是 究竟你介不介意你的伴侶吃煙呢 五仔都試過曾經跟兩三個女朋友拍拖 他們有吃煙的喔 以前小時候都會去那些酒吧認識女生的嘛 其實可能這裡有些情場玩家聽到 就會覺得五仔果然是性情中人啊 為什麼呢 可能大家都會認同 你介不介意你的伴侶吃煙呢 女生可能不吃煙就會介意 但如果男生吃煙 跟那個又有吃煙的女生親的時候 那陣煙味是很親切的 真是壞 所以說人類啊 接吻的期間就是真的交換細菌和一些病毒的過程 對不對 如果有些玩家會經常落難貴方 那你扣女兒個個都有煙又走的啦 那你親吻那些女兒如果有陣煙味呢 即是想起那種payboy的心態又回來了 但如果你問我一個健康的人 因為我已經戒煙了嘛 為什麼我會戒煙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的健康呢 那時候去到差不多近三十歲的時候 嘩真是好不行啊 即是那個氣管啊 收縮啊 逢親一轉天氣呢 就會有烤喘復發啦 那我又聽過一個電台節目的人 就說他見過他那時候的祖父呢 最後是入了空肺科 他說一定要戒煙的意思就是 因為那些空肺科的病人 他見到死的時候是很辛苦的 因為他們永遠就是呼不到氣啊 見他們不停用手抓自己的胸口啊 抓到很多血痕啊 嘩好恐怖啊 那個影像 你想一下那個人呼不到氣 捏著你的頸也呼不到氣 那時候的哮喘呢 都有一種差不多的感覺啊 就是呢 不斷想吸氣 但是吸不到 即是那些氣管收縮啊 吸不到下去 那窒息的感覺就相當痛苦 那我相信呢 那天呢 都是想我戒煙之後呢 之後我就擁有了這個媒體 分享我這一點出去 給其他人聽到呢 那就可以令到更加多人 都不要再吸毒 即吸煙這個吸毒 咦 吸煙又是吸毒來的嗎 吳仔 其實呢 我看過一個discovery channel 就講這個吸煙和毒品的 那其實煙仔呢 算是毒品來的 如果大家有吸過煙呢 你聽一聽那種感覺 大家就會有共鳴感了 吳仔以前都有吸煙的 他說吸煙的那種毒性啊 就是呢 你吸進去那一下呢 一吸下去 由肺帶個氧氣去心臟 而心臟一泵下去一下循環到腦 好像呢 拿支針刺一刺你的頭那種感覺 你每吸進去呢 就有那種快感呢 但是那種快感是快到 好像拿支針刺一刺你的腦那樣快 那所以為什麼那些人吸煙呢 會吸得吸完一口又吸一口 吸完又吸吸完又吸 因為吸的時候呢 你那種毒性的刺激呢 是同步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吹水喝酒 就可以煙薄煙薄煙了 他吃煙的時候呢 是得到他那種快感 但是那種快感是非常之快消失 甚至有些煙聞呢 吃煙吃到口呢 那種煙味散了之後呢 就要再去薄煙 覺得我也是時候吃煙了 那樣 他是非常之上癮的一種東西來的 香煙本身是這個哥倫布 發現這個新大陸的時候呢 那些紅番就在那些樹裡 拿那些煙葉呢 乾了就拿來吸 其實那時候哥倫布呢 覺得如果將這東西帶回歐洲呢 這一樣東西是基本不可能 可以通行到全世界的 因為他覺得啊 將一些煙呢 要再點著再吸入肺這個過程呢 其實是非常之麻煩 非常之類罪 可能都只會是一個普通的玩意 但是他那時候呢 真的低估了煙裡面的那種尼古丁 他那種成癮性 因為呢 你吃煙呢 如果你吃開不吃呢 那種辛苦呢 那一陣的期間呢 其實有餘是你 食用其他毒品那種 毒癮法作的感覺的 那所以就 奉勸各位 如果想著是身體健康呢 就真的盡量就不要吃啦 吃緊的都戒掉它啦 其實悟仔身邊很多朋友呢 聽我悟仔的分享之後呢 都盡量都會嘗試戒煙 無奈呢 他們戒戒下呢 又戒不掉喔 就沒有悟仔那麼有決心啊 一戒就戒了 其實我也戒了幾次的 那去到最後 是覺得啊 健康真的好差啦 因為悟仔是一個做運動的人呢 我不能夠比我的體能 跌得低過那個巔峰很多的狀態 那我會覺得自己 哎呀老啦老啦 不行啦 走步路都喘氣啦 就是這些不可以的 因為悟仔那時候吃煙吃到呢 那時候出去拍電影 做KLIFER 那之後呢 很熱啦 30多度的天氣 就吃煙 吃薄荷煙 一出外景 太陽一曬著 嘩 那個胸口吻著 直接好像呼不住氣 真的好辛苦啊 那時候呢 那時候悟仔經常都傷風感冒 每一年都有的 又未讀醫術那些東西 未讀中醫那些東西 對自己的身體完全沒有 沒什麼健康意識的 就是想著 哎呀年輕啊 什麼都不怕啦 那時候呢 不用病了 在病床裡 三天都未好 但是在病的期間 又暈又想吐 又發燒又咳 那樣 就是以前的世界 不是現在 但是這些都叫做重感冒 但是在那個期間呢 除了吃粥水之外呢 都是需要去吃煙的 你想想 嘩 我覺得 那三天啊 我覺得很辛苦啊 我覺得很折奪啊 做人做到為什麼這麼折奪呢 我覺得直接吃煙是一種苦債來的 那我分享一下呢 有一個厲害人 就是魏康叔呢 他說他怎樣戒煙呢 他也是因為 基督幫他戒煙的 他就說呢 啊 魏康啊 寫衛斯里的作者 他就說 去到個教堂裡 他說 啊如果你上帝 可以幫我戒煙 我就相信你啦 這樣 然後呢 因為魏康叔呢 他那時候是吃煙吃到 用那些煙盒 來在家裡砌牆的 還有他的煙是分到 整間屋都黃黃 他說 在你有生之年都不會見過 一個人呢 就是擔著煙來洗澡的 那就是魏康叔 那他呢 就說 他跟這個上帝溝通過之後 你令我戒煙 我相信你啦 他就說呢 就上帝報夢給他 就說 其實呢 你吸煙呢 是還你 這生人的債 這個是你受苦的一條 枷鎖 就是好像一個鏈球那樣 綁住你 他這樣去形容吸煙 然後魏康叔呢 突然間第二天醒了之後呢 他發覺再吸煙 他覺得那些煙是苦是臭的 吸下去呢 那些空氣是不清新的 人是真的會有這些醒覺的時候 就等於五仔那一病床裡面 三天三夜 嘩好辛苦啊 大哥 就是為什麼這麼節奪啊 那幾天還要在這裡吃煙啊 找煙吃啊 所以呢五仔呢 就懇下決心戒了他 那也都希望呢 有些人聽到這條片 的訊息的人呢 啊你都不如戒了煙他吧 其實吃煙真的很多東西都不好的 整天說過肺的肺最厲害是心臟啊 其實你肺是帶點氧氣到心臟上腦 其實你整個呼吸系統呢都會很受影響 那還有那時候吃煙呢五仔是會有手震的情況出現的 那如果你說身邊人介不介意身邊的人吃煙呢 那如果是親朋戚友當然是不好啦 你一定會看到他最後因為煙仔令到他身體的影響 而得到他痛苦你會看到的 有些人就好彩一點 那什麼為之好彩呢 五十多歲咳咳一下就死了啦 為什麼呢 因為他吃煙之後呢 他的血管是薄了 好像玻璃那些脆的血管 咳咳一下就很容易就爆血管 在這個壯年呢 四十多五十歲呢就會這樣走下去 那這些就叫好彩一點 因為起碼不用在病床裡吐 人生死有命啦 其實最辛苦是 在生命的期間去感受一些痛苦呢 這樣才是最痛苦的 那所以呢五仔這條片呢 都是想大家離開這個苦的因 那以五仔所知 是不是有些網絡人都會有吸煙的習慣呢 部分啦 那其實我都建議他們都是戒了他的 因為大家看來人一來都已經是夜睡了 那夜睡吸煙就最傷乾腎 我覺得做公眾人物都當然要給個好榜樣些觀眾啦 那大家一起去發放一些對地球有用的知識 還有吸煙呢始終是真的很討厭的 如果不吸煙的時候呢 那些人聞到那些二手煙 哇好辛苦的 我隔壁有個阿伯呢 晚上九點多鐘就在那裡點紅煙的啦 即是啡色淚嘴那些 哇他由九點鐘到十二點鐘 好影響其他人的 尤其是那些小孩在街上 吸煙又是 你知道啦 現在這些疫症的時候 其實那些病毒會不會隨著煙霧 透過呼吸去吹在別人的人體上呢 又不知道喔 所以對其他人都不是那麼好 有些小朋友吸了對他們的影響更加大 我小時候都很不喜歡我阿爺吃煙的 我每次吃煙我跟阿妹 他每次吃煙我就跟阿妹鬼殺那麼吵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十幾歲的時候青少年 因為要型要威 告訴別人 我快變成大人 我是大人來的 我不是小孩子 然後就跟那些蓬佩一起吃煙 吃吃吃吃自己也有癮 搞到自己人生浪費了很多錢在煙裡 你看看現在的煙成六十元一爆 圍起三元一支 我當年吃煙的時候 我記得純薄和萬寶路都好像是二十九還是三十一元 二十九就剛剛吃 吃了一個禮拜之後就三十一元 對呀 都很多年前的事了 現在煙仔肯定是奢侈品來的 吸煙真的百害而無一利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聽了五仔今天的分享 吃煙的你都要想一下 我是不是應該再吃下一支煙呢 而沒有吃煙的人就盡量勸下其他人 不要吃煙啦 吃煙對身體真的很差的 吃煙又不有型 尤其是現在這些時勢 真是好疹的 什麼要吃兩支煙才夠型 唉現在的MK仔真是 我們以前那一年代看黃家偉那些戲 張國榮 梁朝偉那些 嘩就刑爆啦 古天樂那些全部吃煙的 劉德華都有 但現在因為這個時勢 很多科學的驗證 醫學驗證都說 煙仔實在對身體的害處太大了 所以就已經沒有一些偶像會 包裝自己是一個煙紋了 奉勸 有吃煙的人就放下煙 就立地健康啦 沒吃煙的人都可以把這條片 like share play me long long 把這條片的意思繼續承傳開去 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下次再聽吳仔的分享啦 拜拜